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亲爱的朋友,在爱情中 你是否想过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谈到人际互动,我们会说 有不同的人际风格 那么在亲密关系当中 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爱情风格 今天珍爱QMA光临老师要跟我们分享 爱情风格有分成哪几种 以及这个爱情风格 是不是会被我们的原生家庭影响呢?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就来听听光临老师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光临 以现今的爱情来说的话 大概有哪些风格呢? 透过一个研究的过程里面 找到大概有六种的爱情风格 第一种大多数人比较期盼的 叫做有伴型的爱情风格 就是两个要像朋友一样 有伴型的 那第二类呢是 比较像好莱坞式的浪漫之爱 第三种呢是衣服型 狂恋衣服型 占有欲高一点的 控制性比较高一点的 第四种呢是游戏之爱 对他来说爱情就是 一个征服过一个 一个征服过一个 他其实是享受在 这个追求的过程里面 对,或者是说 不断地被一个人照顾好 之后再换一个人 这种都是游戏之爱 再来呢就是利他 就是比较牺牲奉献 最后一个就是 我觉得年纪越长 越会靠近这个 叫做现实之爱 在我们原生家庭里面的 父母亲他们的关系 常常会影响我们的爱情风格 像我自己 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 他们的关系 我们家有点不太传统 我们家是有点颠倒 就是我妈妈工作比较忙 所以我的爸爸是一个 我们家的所有的大小家事 都是爸爸做 所以我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 看见我的爸爸是 不断地牺牲付出奉献 所以好像在我 憧憬的爱情风格里面 这个部分也对我有一些影响 像我之前交过一个女朋友 我的爱情风格因为是牺牲奉献型 所以我刚刚跟他认识的时候 人家介绍我们认识 他平常上下学都是要搭车 所以后来我就是跟他约好 每一天就是要载他 可是那时候我读书也很忙 可是你就发现说你愿意 就是你可能要花一个小时等他 或两个小时等他之类的 每天要想好早餐要买什么给他吃 然后晚餐要买什么给他吃 所以后来就变我养得很胖 所以他也默默接受你的喂养 对他也喜欢接受我的那个奉献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是习惯这样的方式 但是也要去看说到底对方喜欢的是什么 因为他的爱情风格可能不是 他的爱情风格可能他是喜欢浪漫一点的 他喜欢多花一点时间跟他讲话 他比较是有伴性的 他很期待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郊外踏青 他喜欢走在那个街道上 我们两个在聊天的那个很好的时光这样 不知道我们身边最常出现哪一类型的爱情风格 我们先来谈谈这个浪漫之爱好了 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在什么时候里面 其实我觉得浪漫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元素 特别是现在整个大的社会文化媒体所传递给我们的 大概都是要有feel一个感觉一个感受 那那个感觉其实有人是这样说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是我们会形塑一个我们喜欢的形象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就觉得啊 有感觉 就是他 对就是他 所以同样一个人可能有人有感觉有人没感觉 那跟我们自己在心里面设定的这样 对另一半的期待有关 所以浪漫之爱大概呈现在荧幕上也好像是这样 就是对一个人有feel 然后就去追 对 然后就会两个人演一出浪漫的剧 但是后来好像发现不是那么合适又分开 其实身边的看到一些现在的青少年 大概他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脑袋想象的是这种浪漫的感情 对 但是这样常常也会造成他们很大的情感上的伤害 当我们在谈浪漫之爱 例如还有一首歌我记得叫做制造浪漫 常常我们在想这个浪漫的时候 常常想的是比较好像追求时候的 谈恋爱时候的 但是其实这个浪漫之爱 如果我们要经一个好的亲密关系 包括婚姻的关系 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在结了婚之后 有孩子出现了 财迷有缘酱酥茶 工作跟家庭跟家族很多的关系的压力底下 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有这个浪漫感 不断的去制造浪漫 不断的让生活里面有一些新鲜感 以至于我们的亲密的关系是非常 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思考看看 你现在收听的是天天为你制作主持的天时夜未年 真爱QMA跟你分享爱情风格 那么社会学跟心理学家呢 透过了观察 研究 人对爱情的态度 还有在爱情当中喜欢的这个互动模式呢 归纳出了这六种的爱情风格 帮助人来了解认识自己 进而去寻找合适自己的另外一半 那今天透过光玲老师的分享 发现了我们的原生家庭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爱情风格呢 如果你的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属于牺牲奉献型的 喜欢为人付出 喜欢主动的来照顾别人 那么你父母的爱情风格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你 使你长大以后也习惯用这样子的一个牺牲奉献的方式来表达爱 那么天天在上上跟你分享一下 这六种爱情风格大约是呈现出什么样子的 你可以听听看 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大概是哪一种类型 第一个呢就是罗曼蒂克之爱 浪漫之爱 非常重视浪漫哦 还有这个激情 很容易呢受到外表啦 还有那个环境跟气氛的吸引 只要看对眼呢 就很容易陷入爱情哦 那浪漫之爱的人呢 比较容易把情人啦 还有爱情过度理想化 那第二个呢 是游戏人间之爱 把爱情看作是一种挑战 一种征服的过程 在爱情的关系里面 也比较容易呢 会倾向自我为中心 不想要受到任何关系的牵绊跟限制 第三个就是有伴之爱 是以友谊为基础的 要先当好朋友 然后慢慢的演变成爱情 所以这种类型的人呢 相信感情是需要透过长时间的经营 喜欢细水长流的爱情 会期望呢 另外一半除了是情人之外 同时也是自己的好朋友 第四个爱情风格是 狂恋衣服型 那这个狂恋衣服型呢 它是一种充满占有欲 跟独占性的哦 是很强烈的那个爱情 通常这类型的朋友呢 会很强烈的渴望情感 在爱情关系里面 也比较具有控制欲 很容易呢受到恋人的反应 会影响到他的心情起伏 所以呢 他时常会有这个嫉妒啦 或是痴迷的啊 让人觉得呢 好像有一点点神经质的一个表现 那么第五个就是 牺牲奉献之爱 这类型的朋友呢 喜欢强调无私 利他 利就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对他有益的 可以说是一种 喜欢为人牺牲跟摆上 他们在爱情关系里面 以对方为重心 看对方胜过于自己 看重对方胜过自己 但是呢 在爱情关系当中 这种无怨无悔的付出啊 有的时候 如果太超过的话呢 可能会让另外一半 虽然觉得蛮甜蜜 但也会让对方觉得 很有压力哦 那第六个是 现实之爱 在进入爱情之前呢 他会先理性的考量 现实条件在做决定 所以这类型的朋友 在爱情当中 比较不会追求浪漫 刺激 他们是很实际的 考量现实的条件 才做选择 以上呢 就是六种爱情风格 不知道你觉得自己 比较偏向哪一种呢 其实不论你觉得 自己偏向哪一种哦 甚至你可能觉得 自己的耐心风格 好像感觉起来呢 不太好 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是呢 我们要认识自己 不论是哪一种爱情风格 都有他必须要学习的功课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让我们更了解 怎么样爱自己 爱别人 而且是用 合一的方式 来对待彼此 就如圣经所说 丈夫当用 合一之份 带妻子 妻子带丈夫 也要如此哦 所以呢 不论你是属于 哪一种爱情风格 你不能说 因为我的爱情风格 就这样啊 所以我要用这种方式 来爱你 你就得给我接受 那这就不是一个 合一的方式了 好 那么下一次 光丽老师会继续 跟我们聊 爱情风格当中的 浪漫之爱 希望你继续来收听了 祝福你喜乐平安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by bwd6 不知一座天使岛屿 因为爱和你 不会轻易感觉失去意义 不是蓝天绿地 还要彩虹同行 握起双手心中 偶然相信我和你 偶然相信我和你 因为爱 无上的灰色云朵 浸湿了夜光 流下眼泪 哭诉着不安 总要坚持黑夜里 不放弃希望 我在等待 天空冲写曙光 因为爱和你 因为爱和你 不知一座天使岛屿 因为爱和你 不会轻易感觉失去意义 不知一座天使岛屿 不知一座天使岛屿 我和你 我和你